現在我們要來做一個功課 這個功課就是把這個球消失再變回來 消失變回來 簡單的過程 可是裡面談蓋了幾個很重要的基本觀念 我們再來做一個複習 首先我先講解一下 第一個就是你站的姿勢要挺胸 接下來第二個球的展示 就是東西的展示面積要大一點 展示 然後展示你可能要停個一兩秒才能做動作 展示 接下來把它拿起來 拿起來的時候手不可以握拳 因為這個球的體積 它是不能握拳的 握拳就不像 就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把它拿起來 所以它應該是呈現這個樣子 你的手握著球應該是這個樣子 你把它拿掉之後你的手應該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的手是不可以握拳 握拳就不像 所以你拿起來之後呢 手要呈現這個樣子 好 接下來就是要消失 要消失之前呢 要消失之前呢 你要先做一個動作 頓點的動作 要做一個頓點的動作 然後呢 轉過來 手轉過來 然後打開 握起來 然後轉過來 打開 打開之後呢 球呢消失在這裡 然後接下來 再去抓起來 抓起來的時候呢 手還是一樣 要維持這個狀態 好這樣 抓起來 好 接下來 把球呢 把球呢 放回去 放回去之後呢 然後呢 手呢 順勢呢 轉過來 然後打開 好 出現 消失跟出現 那我們現在呢 實際來做一次 好 這個 你肩同翻 然後呢 挺胸 展示球 然後再一次 然後再一次